12月11号 2021年大湾区科学论坛在广州举行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在生命科学分论坛上 谈及疫情走势及应对举措施表示 奥密克戎让世界慢慢体会到中国做法是对的 奥密克戎一个新的 这个病毒的发生也带来了很多新的问题 但是很多国家大家都注意到 很早都去注意到这个问题了 发现有十几例多少例就采取很多措施 而且有些采取比较严格的转控措施 这个从整个的一年多两年的实践经验里头 慢慢体会到中国的做法是对的 我们从源头从上游就开始强力的控制 同时在全国各地就开展了 这个自我旁固群方社区范围内的群方寻控 钟南山指出目前应对新冠疫情仍面临很多困难 现在当务之急是注射疫苗 已达到群体免疫 他表示2021年底有信心 中国疫苗注射率能够达到83% 为群体免疫奠定很好的基础 按照Nature有一个评估 中国假如疫苗的效率是70% 这么一个效率 按照这个来算 中国要达到理论上的群体免疫的话 需要接受接种的人 要需要达到全口全体人口的83% 现在我们已经接种了这个11.5亿 全程的接种 这占了多少呢 是占了81.9% 针对奥密克戎的出现 钟南山提到 奥密克戎带来很多新的问题 目前对传播规律 治病机制 早期病例发展等都不了解 医疗和药物方面也知道较少 因此各国开展这方面研究的交叉学科 都要共同努力 他呼吁依靠科技解决问题 同时全球要加强协作 所谓的一女不安举世皆位 就是一个地方搞不定 全世界都搞不定 No country is safe Until all countries are safe 这个我完全相信 所以现在整个趋势 不管你政治观点怎么 总的趋势 人类一直在慢慢 就像个共同的敌人 共同努力 依靠科技解决问题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